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已经分开了 主要是各回各家 各长分吧 回家过年 陪家人过年 陪家人长得 所以大家不用想那么多 就回家去一个周 就几天而已 但是我们呢 就是提前拍好这个视频 我们俩过一次春节 其实我们去年 昨天的时候 已经提前过了一次春节 然后今年又再提前一次 其实我最大的心的愿望 就是能和你一起过一个春节 我也想 但是暂时不行 没事 以后就等我们回了自己家之后 然后就可以了 对 好开心 上回买的还有这个符 我们把它贴到门口吧 走吧 把它贴到木顶 拿起来 里面 acc 然后这个是贴在门上的一个符 因为有中国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把它倒过来贴 就是符到了 这是一个谐音梗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家里面说 不要把符到这的符贴在门口 如果贴在门口的话 那就是符到了家门口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说 在家门上贴正符 然后在家里面贴道符 所以我们今天就贴个正符在外面 学到了吗 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 各地习俗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们那是这样说的 你们那是这样 那我们这也是这样 开始吧 大家觉得我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们大家相信这个玩意儿是个灯笼吗 是 还挺捧场的 还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怎么用的 开花 他就这样 直接就开过来 怎么搞的 他这个怎么这么不听花呀 这个 你是猪吗 又来了 你是猪吗 就成这样了 为什么你都弄好了 你看这个纸笼 我觉得这个环保又省便多好 还挺好看的 好好看的 好像两个大鞭子 好好看 春丽春丽 什么春丽 这哪里是春丽了 春丽 哎 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就是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哎再上去一点 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前迟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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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像那个 叫什么 我时候的洞房一样呢 我为啥觉得 洞房吗 我们要落洞房吗 一年快乐 嗯 今年快乐 足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现在到了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 就是包馄饨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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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馄饨的包法是不是跟饺子差不多 我没包过馄饨 不一样啊 不一样吗 不这样 我教你 你跟着我啊 弄一小坨肉 放到这个饺子边边上 哇 不一样 会好不是放一大坨肉 哈哈哈 自己包的好处是可以放我很多的料 等等你要炸出来 太多了 用筷子抓着一脚 这样aquadadadu 换过来 不一样 不能有手捡过来 捡到这样 然后把两边这样捏 两边 我得蘸点水 蘸点水才粘得住 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累啊 你继续吧 你不能煮粒要吃 给我喝口水 面汤 你先喝 我为你做了个猪 哇 这是什么 这是浩猪 我的天啊 你太厉害了吧 这个 终于等到它下锅的时候了 Keyboard大厨 这要煮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记得啊 好像是等它水开了以后 再加一次凉水 然后再开了 这么模范 我感觉它皮会破耶 肯定会破 我们包得那么皮 妈 就想看着你 已经烫一会了 干啥 你要把我扔进去吗 诶 就是吧 什么意思吧 你 就可以做一个大的猪肉饺子 那吃了就没有 出来了 热气腾腾的 找下那个猪 那个猪就在上面 对 还是猪的形状 没有破 sorry 你是猪吗 太滑了 还在 猪的形状 你试一下 我感觉我们把馄饨吃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嗯 很肉 好吃吗 这肉馅可以挑的 哇 好吃 还有嚼勁 嗯 太满足了 猪猪新年快乐 一年快乐 然后 我两只手搂着 我两只手这样抱着他 然后他就一只手在吃 一只一只手打我肩上 哎呀 心里还一直想着 赶快说完我要吃了 太好吃了 在新的一年里呢 我们希望疫情快快过去 我们都不用再戴口罩 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还可以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又做到吃了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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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最后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 牛气冲天 新年快乐